新手學堂 網上新手學堂 我是希媽 我是Esther 今天希媽會在這裡教 我們新手Esther做日式名菜 照燒雞 好 我們開始了 首先我們先做配菜 我們正在煲水 我們才去處理雞扒 現在正在煲水 可以先加少許鹽 先加少許鹽 因為你在那裡拿那個小匙 我們有些鹽 你拿少許就可以了 我特意給了一個二分一的 少許鹽 我們現在等它滾 可以放回 好 等它水滾的時候 我們就處理雞扒 首先我們就拿一個 不一定要用這些盒子 因為這個盒子 我們其實平時照燒雞 就是要醃了它之後 放進冰箱就要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才用這個盒子 但是我們都為了方便 讓你們看透明 可以醃得好一點 那我們一人拿雞扒 OK 水整整整 這樣好一點 好嗎 來 這樣 我們首先就是洗乾淨 把雞扒 我給你一個廚房紙 我們就用廚房紙 塑乾淨水 不要讓它濕白白 Essa 你很少煮食 新手 是的 有多久煮一次 半年左右 真的很新手 我可以盡量在這裏 非常好 好 我們這個照絲雞 我們就塑乾了水分 我們就開始做照燒的醬汁 你們沒有涼杯 沒有所謂的 例如你們有杯仔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只有三樣的材料 調味料 就是味淋 日本的醬油 和清酒 一比一比一 倒多少 四分一杯 四分一杯 是的 四分一杯 然後呢 這個就是味淋 其實什麼叫味淋 味淋就是一些甜的酒 照燒汁的甜味就是來自味淋 你知不知道為何希媽會做日本菜呢 是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交友不慎 曾經有一個日本男朋友 所以交友不慎 好 那你齊了衣服有沒有 是的 齊了 齊了 我們先按摩一下它 把它翻一下 它就會均勻一點 是的 平時呢 我們就因為要一小時 我們現在就快速攪好它 我們就用叉 反轉雞皮向下 是 好了 我們就在它上高 很殘忍地幫它切開 它就會 那些味道就會入到雞扒裡面 是 這樣就不需要等過一小時 那你就可以醃到那個味 很好奇 想問一下你 其實你很擅長煮食 那你最喜歡煮甚麼呢 其實我甚麼菜都會煮 我會煮日本菜 西菜 韓國菜 還有印度菜 我都會煮中菜 很多種菜式我都會煮的 那我最高紀錄是 因為我是喜媽 就知道我有個兒子 那她在幼稚園的時候 我請了她的同學 家長來 通常請一個同學 就多三個 即是一開四 因為有一對父母 加上她的兄弟姊妹 結果是有四十幾個人來我家 那我要煮四十幾個人吃 是 你那個大水 我覺得你可以放了 好 你打開它 然後我給你一盒 你要這一盒 是 把菜全部倒進去 是 照燒雞就是鋪田 即是我們叫蛋白質 是 很多時候我們 如果想保持健康的人 就是吃少些澱粉質 吃多些蔬菜 那 你見到我又用到配菜 有西蘭花 和 這個 金筍仔 金筍仔 其實我們聽到它是蔬菜 不過其實它裡面是有澱粉質的 哦 是啊 即是凡是放了地的地根 都是有澱粉質的 是 例如 好像 你知道地根有些什麼蔬菜 是地根 我想你會說得清楚一點 薯仔 哦 還有呢 你說 番薯 哦 還有呢 是啊 在泥裡面的 生長的 在泥裡面生長的 在泥裡面生長的 其實還有其他的 我也知道 哈哈 蓮藕 還有呢 我們經常吃下去很爽口 以為真麗菜來的 白蘿蔔 其實都是有澱粉質的 因為 總之在泥裡面生長的 全部都是有澱粉質的 是 所以如果我們是保持健康的話 你 在吃這些有澱粉質的蔬菜的時候 就是飯要減量 是 我們差不多 我們就不要蓋蓋了 免得那個菜會黃 哦 對 水滾了就不要再蓋蓋了 由得去滾 是 好 好 那我們放在碟裡 放在吃得的碟上 是 我也是 抹一抹這個碟 碟是乾淨的 是 剛才有些汁 是嗎 是啊 不是這個碟 不是這個碟 是生的碟 OK 果然是新手 哈哈 哈哈 是啊 看不到 生食物的碟 你都用來擠東西了 真的很勇敢 幸好我看到 是 生熟是分開的 嚇得我 好 因為這些蔬菜 熟的時間是一樣的 例如 柳伯仔 這個甘筍仔 它是快熟一點 然後這個西蘭花 因為我大果 其實平時可以再切小果一點 因為我想上款更漂亮 貼一果一果 是 那它就會長久一點 軟 好 那今天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們不如拿起它 好嗎 好啊 我喜歡吃爽口的西蘭花 這樣就適合了 這樣就適合了 是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加些油 那個油我們很少可以 因為這個雞的皮 基本上它會出油 少少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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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餵面太多 我們就用剛才的廚房紙 把它擦拌 闊一點 好 這樣就可以不要了 夠了 是 好 那我們就把一塊扒夾下去了 在皮上下 我們 我們的醬汁 先擦一擦 不要太多醬汁 因為要不然就會焦 好 好 來 好 好 愈來愈香 我們可以打開它 是 其實呢 我有個鑊橙給你 是 我們可以把它這樣 是 動一下 是 是不是很香 是 好了 我覺得差不多了 我們剷起它 放在這個先 好了 接著我們就開大火 是 去 對 去750 我們把醬汁倒進去 不過如果你們覺得 那個雞扒是很肥的話 其實可以先倒入油 好 我們呢 剛才也有說 如果你想它甜一點 我們就再加少許的味淋 這個份量就是隨意 如果想鹹一點 就加多點醬油 是 你一路燒著它 你看到 加少許 調教醬汁的時候 真的不要規規了 因為它要蒸發水分走 這樣才是 醬汁會濃 我們也需要少許時間 嘩 所以 出去吃這個照燒雞 是 收你這麼多錢 是不是很划算 但是自己煮 就真的超級便宜 是 我覺得你那個醬汁 都可以 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 回扒下去 你回扒下去 我這個還不可以 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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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扒下去 不是這樣 就是把扒扒下去 是 好好好 哎呀 轉球 不是 不 這配菜是可以的 OK 不要有醬汁 我先放醬汁 不要緊 非常好 好 你那個賞色 就沒有我這個賞得那麼漂亮 嗯 有機會就是 煎的扒皮的時候 煎得沒有那麼脆 就已經反轉 是的 那為什麼要煎脆那個皮呢 那皮呢 一煎脆了之後 它就會有很多 它會脆的原因 是因為它有很多個孔 在裡面 就像吃燒豬一樣 是 燒肉一樣 那面有很多 它就會吸收醬汁 進皮裡 所以就會容易上色 多一點 是 我們就可以反轉它來切 切 這個這樣 切 然後切到底 你看到呢 切好其他要 這樣 我們可以把這個醬汁 其實平時可以放在飯面 現在我們先淋一些醬汁 夠了 嘩 好漂亮 不要太貪心了 一個水塘 不浪費 一定也不浪費 好 我們的日式照燒雞就做好了 你看到 這個就是希媽做的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手 Esther做的 你滿意嗎 我自己就很滿意了 做得那麼辛苦 就是試吃的時間 是的 好 我們先試吃你的醬汁 好 好 我們先點一下你的醬汁 這個醬汁的顏色是給我那個淺 有機會是因為你煎的時候 有很多醬汁和油出來 對 下次就先倒掉醬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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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你這樣水平已經嚇到人了 行 好 我這個醬汁比較深色 嗯 比起它是鹹很多 但其實你看到我都是一比一比一 是嗎 嗯 是不是鹹一點 是鹹一點 入味一點 因為我就是調濃了 還有可能有機會 就是你做的雞扒的時候 不夠狠 就是用叉子去刺它的時候 不夠狠 狠濃一點 把你的壓力發洩下去就可以了 大家粉絲就記住 點讚我們這條影片的帖子 無論我們在Facebook YouTube IG 也請你們點讚一下 如果你們有什麼想做 就留下留言 還有記得點讚你是主廚的Facebook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如果你們是LINE的會員 你們可以在NINE2T看到我們的節目 希望我們接下來煮多點東西 好啊 讓你成為一個 除了是Cooking Lover之外 還是Cooking Extract 好嗎 厲害 成為專家 好嗎 我們很容易而已 我們只是學會幾尾 嚇得一下人 這樣就可以了 是 好 大家就這樣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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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